好 這個有這個朋友 就是這個黃志賢小姐 他這個有兩點要說明 他說我們來賓有人講到說 他在國民黨的智庫跟基金會上過班 他說他不是國民黨員 也沒有領過國民黨薪水 他只是受邀去演講 他沒有在智庫跟基金會上班 第二個是在媒體爆出 跟黃偉哲的兄妹關係之前 他說國民黨智庫就曾經要邀請他去演講 那麼受邀演講跟他哥哥黃偉哲 是完全沒有關係 這個要跟大家做說明 來 現在我們要來討論的是 馬英九今天這樣說 他說如果兩岸要談判 會要求中國大陸先撤除飛彈 OK 所以撤除飛彈是一個前提 要談判到直行的問題 但是他現在又說了說 一年來他就要直行啊 不好意思 中國要撤飛彈嗎 他那時候好像沒想到 他已經說好了 撤除飛彈是假議題 因為現在的飛彈講究機動性 他可以撤走 他可以往後撤100公里 200公里 甚至300公里 然後反正真的要來的時候 火車再運過來 那個撤飛彈其實是個假議題 馬英九今天談說 他到金門講了一個更有趣的話 他說他如果就職總統 馬上開放國人 全面小三通 夭壽 我不知道今天人聽了會高興嗎 因為你別忘了 其實馬英九 我們就來好好檢驗 馬英九的這種左腳踩右腳 大三通直行就好像高速公路 一開放之後 台灣人的錢 台灣人要過得很快 那為什麼現在沒大三通 他在金門媽祖要去救 和總共共同學 你看小三通 小三通之所以能夠走 是因為大三通不行 所以才有小三通 小三通是小禁 也就是說今天如果馬英九說 我如果當選總統 我第一年內馬上開放大直行之後 小三通就沒人了 馬上就沒人了 結果你說我要開放小三通 他是要騙票 然後又說我要開放大三通 這什麼好 左腳踩右腳 我跟你說台灣人沒這麼說 我也請大家去想想 馬英九有多少政策 是彼此踩自己的 然後他甚至還講 他既然要大三通 他還講說我們高雄港 要怎麼樣高雄港能夠生存 就是去中國大陸攬貨 要是我中國大陸要出口的貨 還先放到你高雄港一下 然後再出去 你想想看 這等於是你現在又要直航 然後你又要中國貨物出口的時候 繞到台下高雄港放一下再出去 你剛剛說他裡頭的沒有政策 而且彼此的那種政策是矛盾的 台灣人今天這麼好騙 我實在不相信 兩件事請大家記得 我記得總統曾經接受我們的訪問 他說 值不直航那是在中國的問題 為什麼中國的問題 他說他曾經跟中國談判 說我們貨運先直航 結果他說中國是不同意 中國是要人先直航 為什麼貨運不同意 他說貨運對我們是有利 但是他不同意 所以只要對台灣有利的事情 他不讓你直航 他要人先直航 這是第一點 第一點請大家記不記得 中國曾經講過 觀光客來台灣是什麼線 國內的觀光 國內的路線 譬如說我們去法國 那是國際路線嘛 我們去澎湖 這是國內路線嘛 他把我們當作是國內路線 好 現在他這樣啊 馬英九同意嗎 我想請問 這可以經營馬英九 對大中國大陸的政策 是什麼東西 他到底是了解多少 現在中國跟現在還沒有開放 他們的中國人來台灣 來中國第三地才可以進來 我們要開放一千 所以我覺得他沒有真正向台灣人 說清楚他的政策理念是什麼 他到底對中國了解多少 他說的會讓人覺得很奇怪 你說要叫人先撤退 如果連戰去那邊去三次 就沒辦法影響 你馬英九平什麼影響他呢 總統說的 我跟大家報告 總統真的這樣說 他說 我們開放一天一千月了 但是中國不同意 中國現在來台灣的旅客是什麼 兩種 一種是什麼 去國外撤退後 為什麼 違法 招來這裡 他如果要回去 不是直接拚回去 他們是 比如說從泰國來的 他就拚回去泰國 再拚回去 這是一種 另外一種是什麼 另外一種就是商業考察 或者是官員考察 特殊案件 特殊案件 他們怎麼有來 所以這兩種 一般的觀光客 一天一千月他不同意 為什麼不同意呢 他現在說了 國內縣 這樣啊 那我要講國內縣馬英九同意嗎 他現在說得很大聲 第一年我當總統 一天三千個 四年後變一萬個 不好意思 都你說的 中國就同意了 其實說 馬英九說 先撤灰彈再說 設一個前提 不是說現在是 中國在拜託我們要來淡 還是我們在 我們在海外送 我們在跟他說 哇 我不要跟你淡 你要淡條件 你要先把我撤灰彈 我再願意跟你淡 現在他的主題是這樣 大安人民你聽看看 他的主題這樣 跟富豪的現實 旁邊總統說他收天真 在這點就看出來說收天真 其實是這樣 兩方的關係是 我們願意生命因 我們願意跟他們淡盤 是他們不需要跟我們淡盤 他們不需要生命爛 甚至我聽 我聽郭凡敏 前總統武之陣在說 阿扁總統可能 他有另外的說法 他說 共產黨的四部 他沒有裡面的四部 就是中國的北京政府 阿扁總統動選了的時候 北京政府透過美國 來跟阿扁總統說 說你願意答應四部 選擇四部 我願意跟你淡 阿扁總統為了 安全起序 加一個說 你如果是有利犯罪 四部都不好 所以再加一個生意 你說要四部 我再加一個生意 沒有給你 真的兩方要來淡 他也是沒有要去淡 也沒有 他也是要說 他一個中國委員者 九二共識 阿扁總統說 你不誠信 是不是這樣 所以謝忠廷今天說了有多利 他說 你處處要讓步 可是中國如果打壓的時候 你讓不讓步 他今天沒有講 對啊 這個謝忠廷批評說 不要叫根本就沒有經驗 他不知道中國有多邪惡 他的無政策 都黑白互相矛盾的政策 我要講一個很觀念 全球化的迷思 一本暢銷書的作者 他講很清楚 他說全球化這個觀念是假的 他去調查一下 全世界的投資 並沒有大量流往 中國跟第三世界 其實說絕大部分的投資 還都是在歐 美 日 這三大經濟體 所以全球化迷思是假的 是這種 大部分的投資有流向中國 是台灣 台灣有3000億美金在那邊 所以馬英九那種說機會極大化 我質疑這一點 到中國去投資全面開放 真的是機會極大化嗎 我想他現在要妥協 他要妥協什麼 中國說這是國內線 但是他要在這邊說 這叫兩岸線 兩岸 對啦 你懂 我們自己送給而已 兩岸還是國內的意思 然後他說那邊他們說 一個中國叫九二共識 我們這邊說 我們叫中華民國 對 他要各自表述 他要各自表述 兩岸還是國內 他沒有關係 法國人不會講說 他跟英國的關係 是英吉利海峽兩岸關係 他一定講是英法兩國關係 是 所以說他自己送而已 他只能說他自己送而已 就是哪一個是 他要多或許 他要多一看 他就找不上 他要多一看 他要多一看 給他 那麼我們